新聞頭一條來看 就在中華市中政路的一間兩人消滅店 又出現白兜的營業 中華警方教一頭早 也派出警力到現場維持的事 甚至要出動拖調車 在店家住民巡邏 中華市流認識現時代的大碼店家說 做生理應該有基本的道德 都會警力在現場維持交通 而且白兜的營業 恐怕也來作成風也破口 一頭早中華市中政路面 又出現白兜的營業 警方也馬上派出營業在現場維持的事 甚至要出動拖調車 拜託你們保持社交距離 維護你們的安全 維護大家的安全 中華警方表示 今天早上天下不見 就已經出現白兜的營業 警方獨立在現場一直選擇 要準修行的規定保持下高估理 只要看到有違規停車影響交通 就馬上主題 不關本廈淡黃酥民店開放現場販售 現場預期排隊聯儲會增加 勢必會影響周遭的交通秩序 警方也針對該路段來增加巡邏的警力 主動勸導民眾遵守防疫規定 也整理周遭的交通秩序 避免微停車輛影響交通 必要時我們也會請拖調車到場執行作業 來維持交通順暢 對店家無故社會觀感 採用飢餓行銷的手法 造成附近交通混亂 中華支柳林世憲一台馬店家說 造成利益有基本的道德 昨天我們持續的跟店家溝通 希望它不要造成交通的困擾 跟防疫的破口 希望它用發號碼牌的方式 但是店家還是沒有遵守 我想這是對岸中國的一種飢餓行銷方式 實在很不適合在台灣 我想你看警察應該去維護治安 結果為了一個店家 白天整個警力很多人在這裡行邏 欺感這種違規停車 為了排隊而違規停車的民眾 我覺得真的是浪費警力 整台也很辛苦 請保持社交距離喔 請站在區間上面 林世行強調 這間店的消息做法 在的前期間 早前關注跟排隊的問題 已經讓周圍的基民吃困擾 也很關注各地來UK 會先為公約外口 就算已經很多街跟店家溝通 不過店家做法也是讓人很失望 大專新聞中相中華 蔡宏博德